在這個國小的地面有一間牛肉麵店 雖然它的牛肉麵好吃,但是今天我要來吃的是嗆鍋麵 嗆鍋麵跟牛肉麵,所以我要吃嗆鍋麵,你可以吃那個牛肉麵 嗆鍋麵,嗆鍋麵 有嗆鍋麵,嗆鍋麵 嗆鍋麵,嗆鍋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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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點在十幾年前就開了 那時我就爭金來駕關過了 現在看起來一定是幾個行李 那時我就用鴨皮給它記錄起來 今天要介紹的是台南桃花園牛肉麵 手機剪接直播,然後上傳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桃花園的這一道玉米牛肉 來,老闆給我介紹一下 這是用五穀牛小白,一級的牛肉 我們什麼調味料都沒有加,就用這個烹飾烤 這個不一般的牛肉麵 它會有一個類似吃牛排的那種焦香 這是這塊牛肉麵的最大的不同 牛肉做成這麼薄的,畢竟很少 那主要就是說,因為你今天牛肉要烤的時候時間太長 本牛肉麵來講,對顧客來講,期待太久 所以我們在作業上就把牛肉改薄之後 用大概700度的溫度去烤它一下一下,少過而已 那你裡面放的是什麼蔬菜啊? 青薑 不是,我說這個湯頭啊 湯頭裡面有白甘蔗,有蘋果 白甘蔗,蘋果 紫洋蔥 粗梨子 芹菜,西洋芹菜 胡蘿蔔 有蘋果 好來,這間是不是要來吃的 好來,我們 老闆這麼詳細的介紹 老闆你是不會蓬過的喔? 會什麼? 開幾點 你會開幾點 我朋友就是要拿少許就對了 阿 所以你的蘋果很新鮮囉? 當然,當天拿很快 當天送過來的 你是當天拿來好? 一連結了很多行,這樣就今天來吃白飯看看 生意好到要去你老家 小菜 牡蜜,這是豬耳朵 辣椒,沒辣過 看看辣椒,現在煮味了 我們外父沒有來了,10年了嗎? 沒有,可是我看我的影片有10年前拍的 10年前我們就來了,他剛開的時候 剛剛開幕 這杯是雙梅汁喔? 好喝嗎?烏梅了喔? 店內用餐 都會送一杯烏梅汁 如果想要再喝的話,才算錢 好喝嗎? 烏梅了 那兩個可能是王洪,剛才在給他們拍照報道 我今天煮的這碗,叫做搶鍋麵 有人說是搶鍋麵 因為用大火下去炒料,會炒到搶搶搶搶搶 這碗是牛肉的搶鍋麵 我看裡面有什麼? 麵條,這麵條是應該是,我們說是百香的麵條 要比較Q的,很久煮的 它有什麼?洋蔥嗎? 還有蚊子,蚊子,蚊子,蚊子 蚊子,蚊子,蚊子 這個肉,它的牛肉都是比較多的 這個湯頭是比較鹹的 這個湯頭是比較鹹的 但是,這個湯頭是明顯有烤過的 這裏面這個高湯是 是這個 烤什麼?然後什麼的? 牛肉 牛肉 牛蓮夾 筋肉 筋肉 這個我們的湯頭,其實它是 不只這樣,它是有燉蘋果 有蔬果 燉蘋果、蔬果 我們還有加洋蔥,我們就打碎 然後,我們有加一些豬骨跟雞骨 那如果是要吃豬肉 在搶鍋麵吃豬肉的話 豬肉是少了牛肉的部分而已 我那個高湯也,那個高湯一定要不一樣 少了加牛肉這個部分 對 牛肉麵 半斤半肉 筋肉麵 半斤半肉 半斤半肉 牛肉麵 看你看我吃我吃冠了 唉唷,這是雞肉 這是肉 咦?它原來,現在也開始出這種 不是酒,以前都做得出補 現在也是快創的 這跟你10年以前吃的味道如何 嗯 十年前的味道如何 放棄了啦 因為那時候在台北吃比較多一種紅燒 因為他們這間是蔬果的 所以它是蠻早的 就是跟 牛肉、湯、湯、水果 就是都焗豬菜、水果 所以湯頭的比較不一樣 一般的嗆鍋麵 都會提供蒜養 我們這間看起來是沒有啦 有,有有有有有 很多年了 很多年了 我很容易裡頭母喜跟湯頭 掰掰 謝謝